大家好,我繼續回到力氣綠寶石 今次繼續打火系道館的劇情 上次說到完全打不贏 現在我進了一發一隻請假王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打贏 好,來 一開始都是隱形癌 接著又可以死 接著我們就... 其實可以出一隻救火人蛙 接著牠會死 這個時候呢 真的很深刻不得 這個電磁波不行 閃光和閃光在這裡 接著就用電磁波 沒法行動 這個時候可以繼續用深刻不得 或者閃光,屈牠,屈牠命中率 OK,不要緊 這裡我們進了一發做請假王 穿著紅 怪力 怪力 可以 閃耀王快出場了 我們換作護主犬 過一降對面那個... 攻擊 接著試打一招也可以 因為牠已經死了 這個時候就用請假王 一下打死可以嗎 但是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請假王應該不會動 對,在這裡到處走 但是不要緊 嘩,牠的答魔忽忽 避除 OK 煤炭龜 因為煤炭龜 是比較高... 牠應該會用燃風或噴射火焰吧 我們照用避除 因為我比他快 熱風 OK 掌裝法請假王立刻厲害了很多 立刻贏了 請假王很厲害 果然是擁有六百種族值的請假王 烈焰徽章 我們可以把等級提升到四十五 把所有精靈 我們成功解決了 好久沒見了 看來我去溫泉的時候你已經拿了徽章 你一定收藏了不少優秀的精靈 高高護木鏡 高高護木鏡就是在沙漠可以用的 以前的話 如果沒有這個護木鏡 你就沒有辦法走去沙漠地區 現在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現在打完這個火力道館之後 應該是去... 看看 第五個徽章 第五個徽章應該是普通道館 那我們要回去 好,玩法是回到第五個道館 應該就要打這個道館 OK,那我們來吧 這個就是普通系的道館 用格鬥系的村長熊會比較好 我們上次剛好就多個招被除了 可以試一下用它打的都 好,來 好 來看一下這個 命中房間究竟會不會是... 真的命中 好像沒什麼分別 看來應該沒什麼分別 嗯... 不過我們可以升一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還有賺一下錢 我們用忍蛙 既然是這樣 因為忍蛙要賺錢 隨之波動 有2000元 貓油斬 嘩... 這樣也頂到一下 咦...這麼快到了? 不想打住 好 打這個 一擊必殺房間 OK,開了門了 接著我們回去回一回 來吧,可以打管主了 還沒滿血 不過沒關係,我們可以先試一下 先用那隻護主犬 之前有些觀眾就說 護主犬好像還沒可以進化 但不要緊,因為有些機會都會滿走 因為這一隊就... 感覺上不太... 太過... 太過... 太過差了 這些蟲 這些屬性太過差了 好,來了 嘩... 嘩...這個大王燕 這麼高的嗎? 好像不夠打 應該它一來會用保護吧 爆音波 燒傷 爆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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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痛的 爆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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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炸死了那隻蟲 嗯... 比較一超吧 3萬分 嘩...不行 應該會被他一隻清光 這隻蟲 太厲害了 這隻蟲 先回去 有點難打 就是... 好,我決定我一來用地盲癌 先 然後馬上用癌痕 嘩...都炸不死了 癌痕... 太瘋了吧 破音波 爆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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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一下子眼差秒了 可能因為沒有減去攻擊吧 不行 太難打了吧 其實這裡可以換寵也可以,護護主犬 然後這個時候換一隻,是不是有電光石火? 沒有啊,電光石火洗了是不是?洗了 39,代龍 我不是拿釘的嗎?我沒有啊,用了隱形岩 OK,Mega進化,增強拳,嘩,輸得 輸得了,增強拳就好,我覺得可以去升爬了 嘩,太殺了,可以了,不行啊 看來要用一些格鬥系的精靈,要穿著紅打會好些 但是對面那隻一開始有飛行系,嘩,打不死 試多一次吧 嘩,一滴血 嘩,一滴血是做什麼 增強拳,不行啊,真是 贏不了 但是贏不了 好了,現在我的隊伍大概是大部分45左右 現在可以試一下 剛才是大王燕擺頭的 先裝回到他 給他這個 幸運奔香 然後是不是有個岩石石板 沒有啊 大地來的 大地當然不適合用了 好,可以來了 消費吧 來 岩斑 啊,他已經打不死我了 天真的家火已經打不死我了 好 不過這裡其實不用地盲岩會好些 狐主圈應該沒什麼用 狐主圈應該死了 唉 死不了 直衝紅神速 很明顯是 已經不需要怎麼說了 我們照換蟲吧 換隻 比卡超 唉 非常好 中了這個 如意算盤麻 給了對手 再換狐主圈出來 歸一下 行 這個時候用 穿著紅的避鎚 啊 OK 嘩,為什麼這個NDD 普通是 普通超能力 普通超能力 普通超能力是 一下子打死我 嗯 普通超能力 換一換,比卡超 是 港域戰力 港域戰力 還要 夾外人娃 夾外人娃 水之波龍 他出什麼 欸 OK 混亂 港域戰力 不要緊 我們一換一隻 這裡我們用 我們用穿著紅 應該我換什麼 他會選一隻黑我 穿著紅 代龍出來 代龍我們直接用避鎚 可以 應該他快一點 泰山拿頂 欸 一下子打死 請駕王 請駕王先用地曼岩 先 終極衝擊 終極衝擊 然後我們用蠻奔 他現在進入了這個要頭的狀態 這次我們再用 穿著紅的避鎚 麻痺了 OH MY GOD 不是他輸在這裡 我先破險先 不要說那麼多 偷懶 然後 嘩好痛 好痛 回血回血 可以 嘩好難搞啊 怎麼搞啊 神經病 輸了在這個位置 不應該的 這個位置 麻痺25% 搞錯啊 這裡 然後給阿超 神速麻痺 一樣 挺好 接著再換 狐主犬 再換狐主犬 再換狐主犬 噴死火炎 OK 請駕王被除 欸不對不對 用錯了 穿著紅被除才對 但沒關係 都OK的 我都打死了 哎呀 這隻打不死 哎呀 幸好他沒有用什麼增強權 被除 喂 不是吧 又麻痺 低B的 真的 咦一下就殺死了 外管 有隻眼嗎 不行了 太厲害了 廣域戰力 廣域戰力 最終波動 很厲害啊 廣域戰力不行 他命動廣域戰力 最重要 請駕王 出其一擊 好 這裡換狐主犬 出去送死 好 接著穿著紅的被除 好 一下秒 這裡換比加超的擋神速 再電磁波 沒有麻痺 那就麻煩了 但都OK的 咦他用復古 噢 他先打一下 然後康欠他 然後這裡他應該會打一下 我們這裡可以先死 然後穿著紅的被除 再被除 嘩 立刻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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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用村長紅 然後避除 避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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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麻痺呢 這個位置 這個麻痺真的很容易影響那個機率 好了 我們 先死掉吧 沒得選 先死掉 然後用甲害暗蛙出來 水之波動 然後用 請假王 其實不是 可以馬上用請假王 因為我本身高速 應該是可以的 來吧 又來個 OK 比卡超 沒有麻痺 沒有麻痺 有麻痺 有麻痺的話 我們用請假王 其實穿了 請假王 請假王的 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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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險 應該死的 對 好像也不夠贏 對 這裡不夠他快 應該可以再好一點 藍品這一隻 隱形癌 這裡直接用請假王 出奇一擊 打不死 已經 吸收拳 吸收拳 是甚麼一回事 發生甚麼事 吸收拳 怎麼會有麻痺 經常麻痺 隱形癌 如果請假王高攻一點就可以一下子打死他 護主圈 嗯... 避除紅 沒有中 唉 太難打了 這個時候換蟲好不好 好像... 這個時候很理智 這個時候換蟲 算了 還是五換 唉 好 終於可以一下子打死 避除一下子 麻煩 哇 一滴血 夾牠 夾牠 要出請假王 應該比他快 都快不過 那又虧了一回 為什麼又差一點點 果然就是差了一點點努力值 所以輸了 這裡也是 差一點點努力值 護主圈 避除穿了紅 好 終於可以一下子打死 我可以一下子打死 10萬塊 10萬塊 唉呀 OKOK 麻痺了 那我速度快過去 這裡的話 我們用 救護人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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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打死他 對呀 他有神速 我們換隻 請假王 他完全沒有麻痺 這裡不是吧 我有連續麻痺幾次 他完全沒有麻痺 這場戰果是完全不公平 因為對決是完全不公平 不公平對決 我最給他吸兩下 我又麻痺了 咦 但我撐到他一下 但我好像打不贏這隻 請假王哪能贏 電子波 神經病 真是低能 閃光 瘋狂閃光 算了 這裡 弄盲他算了 唉呀 有病 二連test 十萬福德 欸 OK 屈死了他 唉 要靠命中率來屈死他 真是 為甚麼會這樣 原本我不是想著 這樣 靠這個 閃光 降低命中率來贏到他 甚麼計說 衝浪嗎 秘傳招式03 甚麼 104號道路 T.U.Y.Y.花碟 不容錯過 甚麼 遲些我們有機會 可以去104號道路買樹果 他又有新品種的樹果 這也不錯 因為就是好就好在 應該是可以帶一些解狀態的果實 基本上就 會好很多 雖然我不知道對手也會不會有 但是我估計應該是會有 沒有理由 對手沒有我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對手沒有我 可以游泳 我們現在可以游泳 甚麼事 我們最強的D.M.A. 一隻摘死了 這班人 OK 現在應該就是可以去到 嗯 等等 之後是哪個道館 好像是飛行系 飛行系道館 先看看 飛行 飛行超能力 然後水 不知道是水還是冰 OK 很快 很快我們就可以打這個天王 這個老闆好像是要去發電廠 那我們可以先試一下去發電廠 看看有沒有甚麼厲害的雷 我需要幫忙 叫地下區域 希望你可以關掉發電器 最近那些運轉有點失控 現在不是很安全 鎖匙 對你來說應該是小菜一碟 好 輕鬆 好 我們去看看這個花店 104號道路花店 看看有甚麼樹果 應該就是這個樹 這個樹 哇 這麼貴 喔 降魯力值的藥 降魯力值的果實 但我覺得需要不需要呢 很貴 這顆好像一下減四 減十 好像 一下減十個魯力值 如果我要二百五十幾 我要購 我要購 我要買二十幾顆 二十幾顆 即是大概兩萬多元 兩萬多元 兩萬多元減一行 有點貴 幫助 漂亮的花店 好了 今集來到這裡 我看看要不要 練魯力值 因為我暫時還沒考慮好 如果練了真的容易玩很多 不過不練又有另一種感覺 以一個最冒險的狀態去玩 我看看之後怎樣 看看會否真的卡得很厲害 好了 今集時間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下集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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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ны 日子 inqui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